沒想到一甲子之後 才等得到成淵得雪 沒錯 歷史真的是 當然 反走過必須有些痕跡 當年他們極力掩蓋的事情 一甲子之後 我們發現了 反走過必須有痕跡 我們說房子也是一個歷史的痕跡 對 建築就在這裡了 其實真的很特別 我們以前不是都說閩南融化 怎麼會有這麼洋派 看起來還有點巴洛克風的建築 這邊是二坎的城市古厝 陳家仁都住這裡就是了 對 這邊是一個單一姓氏的村 這裡所有人都姓城 然後他們當時從金門移民過來的 移民過來之後 有些後來就出去外面當藥鋪的學徒 然後甚至去到外面開藥行 那賺了錢之後 再回來修古厝 蓋古厝 做主厝 好驚人耶 難怪這個叫做什麼 台灣歷史建築的白景之一 據說是第一個代表性 台擬的傳統聚落 是 很特別耶 不過看建築物 一定要看它的建築工坊 這個你專業 但是這個我第一次看到耶 這什麼東西啊 這個是傳說中的六角椒 很刺耶 三胡椒它不是石頭啊 台灣人在請塞湖 土水的塞湖 有時候都要像我們平和塞湖就是這樣 請怎樣呢 這種不規則狀的六角椒 它就貼到白髒髒 窄窄窄 更何況是細細角角的針 是要算幾分的路線 真的耶 這個完全就是靠它的重力堆疊的功法 還有它抹平的技巧 這個是被風化了啦 不過這真的是讓說 就地取材很厲害 沒錯 這個據說 地上玄武岩 對 在地的喔 再加上這個六角椒啊 好像也不只是這個 當圍牆的功能啊 其實它這個還有一個名字叫菜宅 種菜的菜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人家說喔 平常人家說喔 要帶牆先搭沙泥的六角椒 什麼意思 你要結婚嘛 那有房子嘛 對啊 所以你要先去海裡面搭 搭沙泥的那個 古老這個老古石六角椒 喔 無心處才能帶牆 才能帶新娘 喔 然後它們疊起來之後呢 可以擋風 所以裡面就可以種菜 喔 因為就有一塊 自己的小田地了 那你知道澎湖嘛 高岩 那土質高岩嘛 風很大 雨量少 那是因為這樣特殊的 天候氣候環境 種出了嚇死人的巨無霸 高岩菜 真的假的 不得了了 我剛剛想說你在那邊亂講 沒想到真的是巨無霸耶 一屁了 這裡很大屁了 來來來 看一下 你們看這個 You can see 看這個 有沒有 這不叫高岩菜 很重嗎 七顆十五斤 欸 你的臉爆紅耶 有啦 你真的不行了對不對 不行啊 很重喔 來來 你要不要包我看 我來包包看 來 包包看 幹嘛 你不要包包看 幹嘛靠這塊 我來包紅 我們來CC在管 欸 我來看一下 喂 啊啊啊啊 欸 這個不是跟你開玩笑的耶 欸 這個怎麼這麼重啊 哇 欸 怎麼有辦法種到這麼大 澎湖的關係也太猛了吧 哇 你看 我們來找這個澎湖媳婦 來現身說法一下 啊這個 吳姐姐 啊這個 你趕快來救我 你不找進來 我沒有辦法放你 你知道嗎 我來來來 來來 給你給你 偏給媳婦人家說 有什麼 有什麼偏給我告訴你 這顆 這麼大顆 對啊 為什麼 來 因為 因為澎湖的風大 然後咧 然後尤其是在我們烏坎 烏坎 風聲 浪聲 跟飛機身 所以 這跟誰有關呢 他跟飛機身有關係嗎 這跟誰有關呢 欸 我看我們這個澎湖媳婦 你做我做 你做我做資源中班的 他又做你小朋友耶 他在畢竟行道上 所以高麗菜特補 這跟誰有關呢 真的 你亂講 真的都重不起來 只有烏坎 就只有烏坎喔 我跟你說喔 這樣看得出來 不要相 不一定要相信當地人 你知道嗎 真的啦 人家有差過了 配給他們風格 高人比較長 土地比較... 鹹粉比較重 所以慢慢喝慢慢喝 一口吃一口吃 這麼大麵 你會看到照片就說 這個是假的 很像是食物模型 玩具 吃起來怎麼樣 還能吃嗎 可以 真的好吃 每個禮拜天晚上八點 旅途台灣就在勝利